这么大一个商场 你看一家店没人 两家店三家店没人 这也没有人 人都跑哪去了 朋友们好 我是楠楠 今年的钱真的难挣 今年的汽车备件行业 感觉不太乐观 像我们厂是做汽车备件的 就是从这个月开始 就开始放双丘了 像我的话 我来这个厂是 今年是第四年 来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放双丘 我们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就放双丘这个事情 像我们做汽车备件 我们厂是在宁波的 其他地区有没有 就是汽车备件行业 就是不太景气的情况 像放双丘这个事情 可能就对于 事业单位的人员来说 他们放双丘就是很普通 很普遍的事情 但是就像对于我们这种 一线员工 就像我们这种最底层的 你放双丘就机会着 你没公司不景气 就厂里面效益不好 那样就赚不到钱了呀 像我们这种最底层的员工 你说谁出来打工 不是为了赚钱呢 今天是我们双丘的第一周啊 真的感觉在家都没啥事做 上海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宝山这样 不到一条马路 开了两个大型的商场 这就是宝龙广场跟宝乐会 要说宝龙广场啊 那真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商家笑得合不拢嘴 你再瞧瞧宝乐会 偶有那叫一个门庭冷落啊 就像被冷落的宫女寂寞又无难 就在不远的北夷商业街 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正在上演 那可是曾经的牡丹降落的王者地段 曾经一铺难求 如今门可落雀 裁员真的来临之前有预兆 但没想过这么突然 就发生在我身边 上午还在和我讨论中午吃什么的同事 下午就收到了裁员通知 悄无声息 非常迅速 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给了N加1的赔偿 下个月就不用来了 其他部门已经裁了十几个了 之前一直说我们部门没有裁员名额 现在看来应该是会大规模裁员了 今年北京的聚业环境已经不严育 阿里 理想 京东 各种大厂都在大规模的裁员 半年一年找不到工作的 在北京真的是一砖一大把 有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恐惧感 难怪大家都开始考编 以前看不起 现在是真香 即使我去年有过 裸辞三个月再找工作的经历 今年也有一些忐忑 真的很讨厌这种被动的状态 能做的就是放松心情 改改简历 发展副业 想必大家也清楚 给别人打工真的是既卑微 又赚不到钱 只有自己当老板 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找不到工作的也别焦虑 有什么就珍惜什么 失去什么就接受什么 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自己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有没有人觉得现在物价 整得好搞好搞 我觉得现在东西整得好贵 简直就是疯了你呢 我觉得我大概十一二年前 那个时候我在急警上班 我一个月工作三点五 因为我不足房子 我每个月能存一千五 然后每个月花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我一个月就能过得很滋润 很滋润了 但是现在我如果处理的话 我如果不做互联网的话 我要处理找工作 我大概率的工作 一个月就是三千五百块钱 四千块钱顶条了 但是整得 今天东西整得好贵 而且我跟你说 我买水果 我还不是到那个水果店 去买水果 那肯定都不干净 那肯定不干净 就像LV省食品店 肯定不干净 我总是到菜市场去买水果 你到菜市场去买水果 给面没有便宜的水果 以前苹果很便宜嘛 我觉得现在苹果好贵 现在我觉得这纸油粒 好像实在是便宜的 就你脑海买个两两样的水果 都五六十万年 就没有便宜的水果 都是那种贵的水果 都五六十万年 我觉得这也太贵了 而且我这人比较嫌弃吃天食 尤其我减育种 我更嫌弃吃蛋糕这样的东西 我到蛋糕店 那个蛋糕都补色蛋糕 那又是面包 鉴于面包和蛋糕直键嘛 这种 你买两三个 五六十 五六十什么概念 半个一百块钱没有了 哇那娘来 我觉得现在钱 那太不进化了 你到菜市场转一圈 成百块没有了 也不知道买的什么子 太吓人了 朋友们看看 这个就是现在的改天情形 改上 路上 看不见热了的场面 只有搬起手指几口 收清的几个路人在行走 现在这个行情 你要是像靠着的小孙一样 仰家扶口 想靠努力 靠干净 想多投资点 想扩大做大做强 有可能投资得一多 就闲得一身 空荡荡的街上 看不见几个人 生意从回来 开店的都是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今年的实体行情 比前两年有情期间 更加艰难 不要说真的是 穷乡批乡的小载 就连万大老王 一直能变卖产业 新球直播 全国老末 西家印钞 一无无的回天 不能自拔 平民背心 可下而知 不是你不敢投资 不是你不够努力 整天操作 苦黄金背影的心 去找着生存的困难的钱 甚至替得 倾家荡产 但无来的是 压门的各种费用 还一点不能少 真是 做还不如不做 好好的躺平 可能极轻松 不潜在 不操心 看完视频的朋友们 想整世界如何成为这次困境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陆从水 电 燃气 高铁票 到方便面 榨菜 可口可乐 价格都在上涨 这些被大陆民众牺牲为 穷人三件套的物品 价格上涨的背后 实际上是一轮针对普通人的涨价潮 涨价潮 正清晰普通人的生活 人人难以置身事外 近期 康师傅方便面 突然宣布全线涨价 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据中心经委报道 康师傅向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 带装面的建议零售价 从2.8元调至3元 每带涨0.2元 同装面的建议零售价 从4.5元调至5元 每桶涨0.5元 方便面已步入5元时代 多地经销商证实 确实收到涨价通知 价格与传闻相符 有经销商表示 半个月前 老檀酸菜 红烧牛肉等经典款产品的 零售价格已开始上调 同时 搭配方便面的榨菜 近期也大幅涨价 据统计 2008年以来 茯苓榨菜旗下 乌姜榨菜 明暗提价已达13次 涨价频率 甚至超过飞天茅台 每包榨菜的分量 不断减少 价格却不断上升 普通装的80克乌姜榨菜 规格缩减为70克 中端售价 从最初的五毛钱 涨至三元左右 按重量计算 每斤价格超过20元 比猪肉还贵 根据横向对比 乌姜榨菜 近14年的总涨幅 超过600% 成为近20年内 唯一追上 北上广房价涨幅的产品 第一财经近日报道 多家饮料企业已证实 可口可乐和百式可乐的 汽水价格已悄然上涨 过去一年内 已有多家饮料企业 上调饮料价格 近日 上海 广州等多地便利店的百式可乐 和可口可乐都出现提价 500毫升的可乐价格 从四元涨至4.5元 680毫升的可口可乐售价 涨至5元 随着方便面 榨菜 可乐等涨价 民众在高铁上 想要吃桶泡面 成本比以前更高 分析认为 这轮涨价潮 是大势所趋 财经媒体平台 置股趋势指出 泡面 榨菜 可乐涨价的背后 是一轮针对下沉市场的涨价潮 迅速蔓延 公共服务领域的涨价 是主要原因之一 两大一线城市率先上调水价 上海水价最高阶梯涨幅达50% 广州涨幅接近34% 广东 湖南 安徽 江苏等省份公布电价条方案 最高涨幅达30% 重庆市民更换新燃气表后 很多人反映燃气费比之前翻倍 2023年第四季度 重庆燃气公司更换燃气表后 当季净利润约为2.19亿元 同比暴增824% 深圳 福州 镇江等125个市县 也相继发布了管道天然气涨价方案 高铁票价也备受关注 一二等座涨幅达到20%左右 治股趋势文章指出 这一波涨价潮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在年初确定 5%的GDP增长目标的同时 也设定了今年CPI涨幅在3%左右 然而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4月CPI涨幅仅为0.3% 距离3%的目标 还有很大差距 水电器 高铁 乃至泡面 榨菜 可乐 承担起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涨价最明显的方便面 榨菜和可乐 可能恰恰因为它们是刚需 成为这一轮涨价的急先锋 方便面的消费群体 多为务工人员 它们的需求是 快 便宜 能吃饱 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且价格低于方便面的替代品极少 即便方便面涨到五元一桶 它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另一方面 方便面 榨菜 可乐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 比如方便面 行业集中度很高 康师傅和统一两家 占据了65%的市场份额 头部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极强 历经30余年几乎没有洗牌 形成了强者横强的局面 大品牌涨价 其他品牌也会跟进 消费者只能接受涨价的方便面 茯苓榨菜和可口可乐也具有同样的垄断地位 这股趋势文章总结 当房市疲软 车市竞争激烈 企业业绩压力巨大时 普通人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这一波针对普通人的涨价潮 才刚刚开始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